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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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云来得正好 快救救我的孩子 救她 我巴不得你们两个一起出死 你什么意思 实话告诉你 那天晚上的野男人是我安 姐姐你还满意吗 我是你的姐姐 你为什么这么对我 我可没有你这样一个私生活混乱的姐姐 这个姐姐 居然运气这么好 一下子就怀上了首富洛家大少的孩子 也好 有了这个孩子 我一定能成为南城最尊贵的豪门少奶奶 我的孩子 我的孩子 姐姐 真是好可惜啊 那么小一个孩子刚出生就没气了 不能 我的孩子绝对不可能有事 把他还给我 快还给我 姐姐 那个小野种我已经替姐姐处理了 嗯 就在这慢慢打死 敞破滑是双胞胎 陆大厨血必须马上请救 别的病脱不走 今天务必要叫到艾米医生 放心吧哥 我早就打你好了 艾米医生就是这样飞机回来 而且不早准备 你这 艾米医生的心一直都是一个迷 不就是个医生吗 有那么难招 你没见识你就别说话 你爷的手术全球只有艾米医生能做 不做你就闭嘴 我 艾艾 欢迎回国 唐唐 呀 呀又中了 真想 其实我跟唐唐可以自己回去吧 那怎么行啊 你可是脑壳医生的本位 全球唯一可以依附各种脑壳手术专家 哦呀 你为什么隐瞒自己的身份 现在有多少人为了求你的一台手术下重心 我这次回国的主要目的呢 就是想照顾外婆 至于工作 你放心 院长说了 一切以你的时间为主 小叔叔他们说的就漂亮了 他们最漂亮了 你们都觉得妈你最漂亮了 你不想要做什么 你不想要做什么 他在做什么 你不想要做什么 小朋友 你是我的老爽 这种男子 好 你对 ganze 我不是你的老爽 我的老爽 我只是说他 聽說陸瑤那個小賤人要回來了 要讓他知道子言是他的孩子呢 閉嘴 這個秘密給我爛到肚子裡不能再提 那個小賤人最在乎的就是他外婆了 害怕拿捏不了他 陸瑤這是你自己要回來找死 就別怪我心狠熟了 你才是我的媽咪對不對 你也沒關係啊你都是我媽咪 長得真可愛 媽咪小哥哥他長得好笑 他長得挺新的 我哥哥呀 你嘗嘗我跟這不說的你說 你這小賤人是無殘的 這個小兔宰子怎麼會跟陸瑤在一起 陸瑤你還有兩回來了 剛才我過去看這個 你媽是吃東西 你提醒我 你 很好 這個女人要嘗嘗 他把刀抓起來 你叫我媽咪 他是我媽咪 我擔心中了 子妍你胡說什麼呢 我才是你的媽咪 這個小兔宰子 怎麼會知道陸瑤是他嗎 絕不能讓陸瑤發現子妍就是他的孩子 你為什麼才不我媽咪 他才是 你為什麼才不我媽咪 他才是 沒錯吧 子妍去酒都報便了 我們他四面就好了 子妍我笑你亂見媽咪 笑你亂見媽咪 我嚇嚇 子妍居然是陸瑤的孩子 你快跟藤瑤沈天閃 壞人不是他哥哥 死丫頭你給我滾開 在幹什麼 你快跟藤瑤沈天閃 你快跟藤瑤沈天閃 我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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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快看了 我看了 你还真是一点长进都没有 你是坏言说谎 我妈妈才不答我 都是你答不了 你这小子胡说什么呢 我才是你的妈妈呀 云翰哥哥 你看我现在都不在子言身边了 他现在连我这个亲妈都不亲了 够了过段时间就离婚 很抱歉 子言都放了你的衣服 这一把万赔给你 不必了 如果没什么事的话 我们就先走了 等一下 先让我们谈谈 你打子言 我打子言 六先生 你哪只眼睛看见我打子言 难道 子言的妈妈还能污蔑你 还真是不是一家人不禁一家人 妈你才不过来打哥哥 是就坏人犯伙我啊 人脸坏你这个大笨蛋 坏人才不是我妈咪他才是 我没工夫陪你再周围地习 等等 我们走 等一下 打孩子的事还没说清楚 好 那我们就报警 带起监控库了 云翰哥哥 虽然路遥打了子言 但他毕竟是我的姐姐 要不我们就还是算了吧 不用这么麻烦他 确实不用这么麻烦 我这里恰好有证明 你平时就这么带子言的 怪物的子言从小就有嘴皮状 我怀疑就会被你打出来的 我是因为子言他乱叫妈咪才 够了 以后再让我发现你随便打子言 谢谢你让你们整个路加完蛋 我们还要继续找艾明医生给叶佐手术 走 随便诬陷别人连道歉都不说 还真是没有礼貌 你说什么 我说你们还是别找了 就算找到了艾明医生 他也不会答应你们的帮忙 就算找到了艾明医生 他也不会答应你们的帮忙 姐姐 你刚回来 怕谁还不知道吧 骆家不仅是南城的第一世家 还是南城守护 一个小小的医生 怎么可能找到 那就试试看喽 妈咪你不要丢下我 这也别跟坏女生 你连坏在一起了 骆子言 给我回来 子言 乖 我真不是你妈咪 你跟爸爸妈妈好好回家 好不好 我不要 听话 人两怪我听妈咪的话 跟你回家 奇怪 为什么他身上 有股熟悉的感觉 哥 人都走满天了 你别看了 你莫不是看上人家了 别胡说 骆总 老爷在医院晕倒了 去医院 不管付出什么代价 一定不能让云翰哥哥知道 子言是陆瑶的孩子 没关系 患者的情况现在怎么样 这位患者的症状比较特殊 只有你才能征跟万 睁开路手术 救死服伤是我的职责 带我过去吧 好 这边 爷 你感觉怎么样 爷这次啊 怕是熬不过去了 爷爷 你别这么说 我一定会请到艾米医生的 你和陆勇在一起这么多年了 也没带他来看案 爷 我知道 不信 感情这事 请求不得 爷爷 此言需要一个妈呢 郑医生 有个病人突发高热 情况十分不好 您跟我去看一下吧 好 我先过去一趟 你等我一会 好我等你 儿孙子有儿孙 是大事 你自己看着办吧 哥 谢谢小姐 爱名医生这次回来 可能会入肢业所在医院 好 我再去去展现场 五言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 妈咪 我就知道你不会抛下我呢 我真不是你妈咪 陆勇才是 才不是 他就是个患女人 你才是我妈咪 你爸爸呢 大家一起去找他 好 孙小姐 不是 陆勇才是 陆小姐 上车聊聊 不好意思啊 没空 陆一海你干什么 对你这种男人没兴趣 很好 我对你这种对A的女人 也没兴趣 不会说话你就给我闭嘴 我警告你啊 以后不要再来烦我 听说陆小姐失业了 准备找新工作 背地里让医院开除了 我现在当面用来装好人 你脑子是不是有病啊 虽然我不知道你 平凡接近子言有什么目的 但子言喜欢你 这五百万 要么拿钱离开 要么进洛家给子言 当保姆 我给你三天时间考虑 不用三天 我现在就可以回答 好 不可能 不要 你知道与多少女人 想挤进洛家的门吗 还是那句话 你有病就去治 严肖 你照顾你找的亲吗 你找我做什么呀 这女婿 有点意思 喂 哥 有爱迷迷的消息了 我说大小姐 你就别消遣我了 找人这事还是交给洛明吧 她比较专业 别啊 上次说我搞错了吗 这次绝对靠谱 我查到艾米教授的外婆啊 就住在医疗部的8306 最后再相信你一次 这些年 这些年你一个人带着孩子 太不容易了 是时候 该找个男人结婚了 外婆 我跟唐唐过得挺好的 结婚这事 还是虽缘吧 那怎么能行 假如哪天外婆走了 怎么放心得下呢 外婆 我突然想是小时候 你常常带我去买的饺子了 你也饿了吧 我现在去买 这孩子 一说正事 就开溜 你 外婆 你没事吧 来 坐下 要不要 我叫医生过来 不用 不用 来来来 哎呀 老毛病了 谢谢你啊 小伙子 您客气了 您一个人住这儿啊 这没人照顾 那可太不方便了 我外孙女在 她去买饺子了 一会儿就回来了 外孙女 既然是外孙女的话 那一个年纪不大 真没想到 全球著名的脑科专家 竟然是个年轻女人 哎小伙子 你结婚了吗 啊 还没有 好 我外孙女啊也没结婚 一会儿她回来 我给你们介绍介绍 不用不用 爱婆 奖索我买回来了 路遥 怎么又是你啊 怎么又是你啊 我还想说呢 怎么到哪儿都有你啊 这位 就是你的外婆 是啊 洛先生 你怎么这么阴红不散呀 你是属狗的吗 怎么到哪儿都能闻着味儿来 不好意思 有人错过 我说你能不能走点心吗 我说你能不能走点心吗 每次消遇都是错的 你猜我又见到了谁 瑶瑶 你跟这小伙子认识 不认识 这小伙子可不错 刚才呀 外婆差点摔倒 就是她扶起我的 外婆 您身上哪儿没有啊 没有没有 这小伙子人可好了 你也得好好谢谢人家 想不到洛云翰那自大狂 对老人家还挺有爱心的吗 哥 你是说你去找艾米医生 结果碰到的是瑶瑶姐 对这个女人 几次三分出现在我和可怜年 情一定会 你不觉得 这是天赐良缘吗 还有 你真的不觉得陆瑶姐 真的很特别 别胡说 过段时间 我就会和录影订婚 我要给子言一个完整的奖 你就没有想过 子言真的想要什么吗 相比较之下 我觉得陆瑶姐更像是子言的妈妈 那还有个 你不觉得那个叫唐团的女孩 跟你长得真的很像吗 这种话你不要胡说 尤其在子言面前 我没有乱说 这是女人的第六感 第六感你不懂 行了行了 我还要忙呢 你先急去出去 这些年你一个人带着孩子 太不容易了 是时候该找个男人结婚了 外婆 我跟唐团过得挺好的 结婚这事还是虽缘吧 那怎么能行 假如哪天外婆走了 怎么放心得下呢 外婆 我突然想是小时候 你常常带我去买的饺子了 你也饿了吧 我现在去买 这孩子一说正事就开溜 王哥 你没事吧 来坐下 要不要我叫医生过来 不用 不用 来来来 哎呀 老毛病了 谢谢你啊 小伙子 您客气了 来 您一个人住这儿啊 这没人照顾 那可太不方便了 我外孙女在 她去买饺子了 一会儿就回来了 外孙女 既然是外孙女的话 那一个年纪不大 真没想到 全球著名的脑科专家 竟然是个年轻女人 哎小伙子 你结婚了吗 啊还没有 好 我外孙女啊也没结婚 一会儿她回来 我给你们介绍介绍 不用不用 阿婆 奖索买回来了 路遥 怎么又是你啊 拿开 路遥汉 你又想干嘛 一次两次接近 你不想 但是三四四次了 你到底想干啥 我呀 我想让你这个自大狂 给我远一点 喂 哥爷爷又昏倒了 我马上去医院 医生 老爷子怎么样了 别担心已经脱离微想 不过老爷子年事已高 还是尽快安排手术的好 好 哥 我们要是一直找不到 艾名医生怎么办 爷爷会不会 不会 我绝不允许那样的情况发生 瑶瑶 昨天那小伙子怎么样啊 外婆 他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那你喜欢什么类型 要不外婆给你找 我很好 瑶瑶 方便来院长办公室一趟吗 方便 我在外婆这里 我现在就过去 县城 不是说 艾名医生要入职吗 当然来了没有 啊 艾名医生的她呀 县城您找我 又是你 啊 我妹妹 今天第一队上学开不开心开心 那一会记得听老师话 妈妈晚上再来接着你好好好 怎么怎么上课了 妈咪 子妍 你也在这个学校上学啊 妈咪我能跟你和妹妹一起生活吗 冷靈乖总不在家 紫妍很可怜的 洛云汉脾气那么差 要是被她知道紫妍头跑出来 肯定又要发脾气 安心自你回家 如果爸爸同意的话 把一切带你去同一步了 好不好 好 哎呦 我紫妍 不知道你又浪跑的 对不起大地 我不该浪跑的 你可以原谅紫妍吗 下次不准浪跑了啊 嗯姐会听话的 大地我可以去躺开那家幼儿园上课吗 当然可以 爸爸这一院乐迷叔叔谢谢大地 好可以我们走 总言的是这 不用客气这方是谢谢 这我吧 这个女人 为什么总给我一种熟悉的感觉 又是你 路遥 你来这做什么 这是远家路晨 原来二位认识啊 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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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识 认识 认识 在北知道 三千万的赔偿啊 好闲啊好闲啊好闲啊 那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 好好 若您跟陆医生 不熟 问你呢 艾米医生入职了没有 艾米教授还没入职 但是是陆医生的艺术啊 那这也是非常高潮的 要不您考虑考虑 让他给老爷子瞧瞧 有就是他来的目的 这个女生还真是无恐 算了算了 大劳门的游戏啊 我一个一生唱我个骂筋 妈咪 哎 两个宝宝今天怪不怪啊 喂 宝宝真乖 子言 你爸爸今天来接你了吗 陆一汉那个不可怜 不会是忘了来接孩子吧 子言那爸爸的手机号码 你记不记得 子言记不得好 我们给他打个电话好不好好 喂陆一汉 我是陆瑶 我这么快就把我的电话捂到了 陆瑶 真是好手段 陆一汉你什么脑子有病呢 我今天 喂 什么人呢 他这么把电话挂了 妈咪 到底是不是不要子言啦 怎么会呢 爸爸那边可能是手机信号不好 那子言可以跟妈咪回家吗 是 妈咪 我好可怜就能跟我一起回家吗 子言那阿姨先带你去吃饭 然后晚上再送你回家好不好 可以跟妈咪回家喽 哥哥咱们一起走吧 好 喂 我说你这个女人怎么这么不屈不脑 到底有什么事 哎哥 是哪个女人不屈不脑的给你打电话呀 什么事啊月琴 我有个花针走不开 你记得去接子言 这个点应该放学了 好 知道了 你好老师 骆子言呢 子言 被他妈妈接走了 他妈妈 对 是这个人吗 不是 子言妈妈很漂亮 一看就很温柔 不是你们幼儿园怎么做事的 怎么能让人直接拐走孩子呢 子言叫他妈妈应该不会错 孩子妈妈输了 你要是找他就打这个电话 这个女人好大的胆子 就敢直接拐走子言 让我看看是哪个宝宝想吃蛋炒饭呀 我 真乖 我妈妈也不每个人平一点 香肠再加一点胡萝卜好不好 好 子言不喜欢吃胡萝卜 我可以不吃吗 乖宝宝是不能挑食的 子言想不想当乖宝宝呀 可是呆姨也不喜欢吃啊 子言吃胡萝卜可以长高高 子言是不是想当乖宝宝长高高呀 呀 子言真乖 你干吗 啊 啊 小小小 你去吃 我去吃 咱比一个甜的吃 肥宝宝 咱们来来吃 啊 sinks 陆小姐不介意多做一个人吧 看在紫言的份上你随意 你 好吃吗 妈咪吃的饮料饭好吃 妈咪你可以帮爹地也盛一碗吗 没问题 妈咪 豆子 露瑤 你故意的 爹地 妈咪说乖宝宝不能跳蚀哦 是胡萝卜可以长高高 好 妈咪现在白鸡也是不跳蚀的乖宝宝啦 我奖励她一个亲亲 你爹地已经是大人了不需要这个 哦 爹地好可怜啊 紫言别乱说 说说说你是哥哥的爹地 可以当堂堂的爹地吗 堂堂 妈咪跟你说过多少回来 不要一见到帅哥就叫爹地 你是不是吃饱了 走 咱们回家 爹地 是不是你总在这一张脸 把妈咪和妹妹吓跑吧 你为什么这么喜欢露瑶阿姨啊 因为她是我妈咪啊 你可以不跟坏女人结婚 和妈咪结婚吗 紫言 真是这么想的 嗯 紫言想跟妈咪 还有妹妹和爹地 永远在一起 妈咪疼的真的很喜欢帅叔叔 可以上帅叔叔当我的爹地吗 唐唐 帅叔叔是有老婆的 所以以后我们不能再乱说了 可是帅叔叔真的很像你的爹地 妈咪看帅叔叔 上车吧 我送你们回家 不用了 我跟唐唐自己回去就好 唐唐 美杨 素叔叔把吧 那日子 唐唐唐唐 你尹尔 LEY 你俩仰 居然敢勾引云翰哥哥 你这是自己找死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来我们到了 糖糖跟叔叔和哥哥说再见 说叔叔再见哥哥再见 再见 再见 姐姐出来见一面吧 我跟你没什么好见的吧 姐姐要是不答应 那我就只好把你当年的精彩的视频 发给那个老不死的 你敢 不信就试试喽 说吧 找我什么事 姐姐是我年少不懂事 你原谅我好不好 这是什么个厙 阿姨 你助瞌笑 莱洋 你在这被骑狒 你更好吗 喂 na oh 你想要多少多少都不會走的 這麼著急的趕我走 你到底在怕什麼 我有什麼可怕的 我只是不想子言每天叫你媽咪來 捂心我 說那也是奇怪 明明你才是子言的親嗎 怎麼他就跟你一點不親呢 你想說什麼 這該不會 子言不是你親生 你胡說 子言不過是從小得了自閉症 性格比較奇怪而已 兇不著你在這兒挺我理解 你不走 就不怕我把當年那個視頻 發給那個老婆死嗎 如果真的有我當年的視頻 就不會在這兒拿三百萬打發我走了 幾年不見 你確實學聰明吧 我警告你 你不要再去騷擾外婆 否則心長就長 我會和你一起算的 你不許用 小姐 合作 放手啊 不要不要不要 放手不要不要 喂哥十万火鸡 怎么办我哥怎么还不来 再扇下去 绿阳给我危险了 到这边的肉没吃到 这回去怎么给陆小姐交代一下 这带什么呀 咱们要接你跑吧 陆小姐哪个陆小姐 陆遥陆遥你醒醒 我们也赶快离开这里 你是是我呀我是洛新月 子言的姑姑 陆遥你再坚持一下 我们可以马上离开这里 去哪去啊 我就知道今天有人在最后造鬼 没想到啊 别跟我了 快走 你别担心 我哥马上就到 今天买一套一 大哥俩转了 大哥才是你冲啊 我警告你啊 你别过来 你再过来小五哥废了你 你哥那么厉害 我怎么没看到他呀 他在哪啊 来得了吗 他哥在这呢 他哥在这呢 啊 不愧是我哥 太帅了吧 发生什么事了 乐爱他怎么了 我也不知道 就是看见有两个人绑架了他 别给我你开车 好嘞 吸入了大量森林山区 等别人醒来就没问题了 知道了 谢谢医生 没事 哥 我突然觉得我心口不太舒服 可能是刚才惊吓到了 那 照顾瑶姐这么重要的药物 可就交给你了 喂 睡着了都不顾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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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 你这女人头怎么这么硬啊 你在我房间里干什么 我告诉你 你可是我妹夫 真未免也太饥渴了吧 你看清楚这里是医院 刚才你在酒店出事 是我月薪救了你 谁能救你突然靠我 你不会以为 我对你这种平板身材感兴趣 看来你没事了 那我先走了 陆遗憾 妈咪老师马上就帮我们 拍全家福了 你怎么还不来呀 对不起啊唐唐 妈咪有事耽误了 我现在就过去 我妈妈马上就知道 妈妈会拍我牌圈圈服的 过得妈妈有什么用 传家福是一家人一起拍的 我妈妈说了 没有爸爸的孩子 都是小野种 夜路上了没有爸爸的小野种 小野种 不是你们是我妹妹 我妹妹有爸爸 小野种你说话啦 大家快来看小野种说话啦 我哥哥不是小野种 你说小野种有爸爸 我们怎么从来没见过 我妈妈说的 他就是小野种 我爸爸就是我妹妹爸爸 他姓陆 你姓陆 他怎么可能是你妹妹 你说谎 我没说谎 反正你们就是野孩子小野八 我哥他不是小野八 我也不是野孩子 你是坏人 宝宝 宝宝你什么 宝宝看你了 妈妈在打我 那个小爱你不是打我 小野种 打我儿子是吧 打 桃桃 桃桃 桃桃妈妈看看 妈咪还等我说妹妹是小野种 她妈咪还动手打她 桃桃不怕啊 妈妈会保护好你们的 给唐童道歉 你在跟我开玩笑吗 你让我给一个小野种道歉 他也配 你把嘴巴给我放干净一点 你说谁是小野种吗 我说有错吗 一个连爸爸都没有的野孩子 不是小野种是什么 你是他妈 他也挺漂亮 怪不得能生成一个没有爸爸的小野种 你说对不对 是啊 都说上梁不正下梁歪 这小野种长大了可不得了 要我看啊 就不能让这样的小野种 跟咱们的孩子一个学校 那还等什么 韩太太 你老公不是学校的鼓工吗 赶紧让他把这两个小孩子给赶出去 坏人敬父妈咪和妹咪 我要找呆地来帮忙 骆总 我查到那位艾米医生有个孩子 跟小少爷在通工家幼儿园 这么巧 消息是咱们自己人报上来的 应该没什么问题 哎 海底你快来呀 就换你们亲自妈咪和妹妹 好马上过去 给你道歉 你信不信只要我一个电话 就能让这两个小孩种滚出学习 不过要是你现在跪下来向我道歉 说不定我能心情好一点放 你 韩太太 你也太大度了吧 这样的小渐人你还有放过他 是啊韩太太 有这个狐狸精在 我们都不敢让老公来接孩子了 还是赶出去的 你们倒是有爸爸了 但是一个个嚣张把握 仗势欺人毫无脚余 你竟然敢骂我 你知不知道我老公是谁 只要他发话 只要南城都要镇三镇 在这走够难走 除了手术落脚 所有人都要记得了 你算哪个从前敢骂我 你可以骂唐藤凭什么我不能骂你 赶紧给唐藤道歉 别逼我在孩子那间山里 你还来劲了是他 我告诉你 我今儿就是不道歉能把我怎么着 你不是要演男人吗 他来给你撑腰啊 贱活 嘴巴那么贱呀 看他病的肯定不轻 给你个贱一把 赶紧去医院看看 免得到时候治不了了 你老公在给你孩子找后吗 你真是狐狸鸡 我看谁敢 我看谁敢 你谁呀 多管闲事 你知道你爸爸是谁吗 我就是堂堂的爸爸 你说我算不算多管闲事 龙云翰 你别胡说 爹地你终于来了 这些坏人亲父妈咪和妹妹 野男人来了不起的 好我今天放你们一边 但是以后再永远别让我看到你 站住 你打了康康还骂了他 你必须道歉 你这小家人真来劲了找死是吧 不好意思 我不打你 只好让人代表 你现在有两个选择 要么道歉 要么 我让他继续打你 打到你道歉为止 你 你们真的狗难你 我给我老公打电话 喂老公 这里有个野男人还有个贱人 想幼园欺否论儿子你快来啊 好 我老公是韩氏集团的小子 等他来了 明明就死了 韩氏是吗 行我等着 韩总是谁 南城数一数二的企业老总 跟首富洛家都是有合作的大人物 这下 不仅小野种要被赶出幼儿园 就连全家都没饭吃 是哪个不长眼的欺负我老婆孩子 老公 就是他 他帮那个小贱人 他让你能打我 骆总 您怎么在这 这是幸福幸福的 韩总 你的女人好大的威风啊 不仅动手打人 还要把我的孩子 赶出幼儿园 你干什么呢 他帮那个小贱人欺负和孩子 对他这么客气干嘛 贱人 欺负洛总 洛总 哪个洛总整个首富除了洛家 还有哪个洛总 洛总 对不起 是我有言无助 你该道歉的不是我 是唐的 唐唐 我不知道你是洛总的女儿 哎呀 打我女儿的事怎么算 什么 这败家娘们丧的兴兴 你给打洛总的女儿 我 天 洛总 打人我打了 饶了我吧韩家 我 谢谢洛总 走吧 他那终于帅爸爸了 是打 谢谢你帮我和他那姐妹呀 没什么 谁让他能这么开 爹地我们一起去拍全家福好不好 好 两位家长靠近点啊 好笑一个 陆小姐我们兄弟被人倒了 那个女人跑了 废 别再给我打电话了 妈 我该怎么办 不咬那个小姐 他一直在云汉哥哥身边转移 我真的怕怕什么 有那个老不死的在 还怕陆瑶不听话 秦桑 你个老不死的 养出来的小贱人 五年前就不知点点 竟然敢勾烟养得了未婚夫 和他那个骚浪贱的妈一样飙脸 方美你胡说什么呀 以后要才不是这样子的人 你 你给我滚 滚出去 好啊 那你现在就给路阳那个小贱人打电话 让他带着那个爷子滚出南城 否则的话 就别怪我把你女儿当年的丑事搞得人尽皆知 方美方美 当年你害死我女儿的事情 我还没有跟你算账 怎么现在又来欺负瑶瑶了 你做梦 你给我滚 你滚出去 你干什么呢 两个年轻人欺负一老太太 太不像话了吧你们了 没事吧 小哥 谢谢你啊谢谢 那位大别客气 这两个人是谁啊这么欺负 是我前女婿 一直在外边养的小三和他生的孩子 现在真是世道变了 这种见不得光的身份 也敢出来撒野 都给我滚出去 臭了 好你怎么说我妈说话呢 能得到你在这多管闲事 我平时啊不会太爱管闲事 但是今天这事啊我滚定了 多管闲事也要掂量掂量自己的身份 我妈可是陆家正牌的夫人 我是洛家未来的少奶奶 你惹得起 洛家未来的少奶奶 是南城首富洛家吗 是南城首富洛家吗 这女娃子该不会是陆勇吧 虽然听云翰提起过 但却一直没见过 没想到会以这样的方式见面 没错 我说就是南城首富洛家 怕了吧 洛家的闲事你管得起吗 老哥 您甭管了我自己应付的来 可别连累了您呐 没事 我就是一招老头子我怕什么的 我还就告诉你吧 就你 要我还有一口气在 你就甭想进洛家的门 死老头子你敢诅咒我你住手 您民怨 你可知道 家职员 可以让全国人民都欣赏到你欺负老人 的话 到时候手的落架还要不要你这个县秘方 我就不知道了 你还要,你把手机给我 想見人機帶拍視頻給我拿 哎 原來動啊 那是我手一抖 可就不小心翻出去 你想怎麼樣 在這裡拿回去 以後別再為騷擾外婆 否則我去把視頻世界傳到都自己 杜陽 大家都是一家人 又何必鬧得這麼僵呢是不是 你不喜歡我們家人 我們怎麼不是了 好 哎呀小姑娘啊真是太棒 對付這種人呀就得狠狠的治他嗎 爺爺 謝謝你把道相手 小意思 爺爺 哎呀 哎呀我這是老毛病啊 爺您先別說話 幫您紮一陣 哎呀 小姑娘 谢谢你叫了我 爷爷 刚刚你把脉的时候 发现你有很严重的脑袭感阻线 这个病必须要手术才能彻底根治的 没事啊 我听我那不争气的孙子说 只有一个外国医生可以给我做手术 爷爷 这个病我能治 不过我已经被这个医院开除了 所以暂时不能解诊 你说您又是 他手底也奋复一声不就弯弯 爷爷 你这么着急让我过来陪你找秦院长 到底是什么事啊 我今天发病 多亏了一个小姑娘就 那小姑娘还说能给我做手术 就这么好的一个医生 也不知道被哪个魂球给开除了 开除 最近离职的就只有陆医生啊 还是洛总吩咐的 什么小姑娘这么厉害 你不会遇到什么骗子了吧 等一下你们就知道了 今天喊你过来 就是让你和秦院长一起 跟人家姑娘请不回来 另外再把那个开除她的混蛋也给我叫来 必须让她当面跟人家赔礼道歉 陆瑶 你怎么过来了 巧了 朗瑶 你跟我这不争气的孙子认识啊 何止是认识 我跟陆小姐熟得很 那不正好啊 我跟你说的那个神医小姑娘 就是瑶瑶 爷爷 你给我讲了 我怎么不知道 陆小姐什么时候成神医了 你这是什么态度 瑶瑶救了我 她是不是神医 我能不知道吗 学院长 哎呀 老爷爷 瑶瑶 这么优秀的医生 咱们医院 不应该流失这样难得的人才吧 那是当然 我对陆医生的医术 那是十分的挺佩 那之前 为什么把人家开除了呢 那都是误会啊 只要陆小姐点头啊 现在就去办理入职 这还差不多 瑶瑶 你愿意再来医院入职吗 如果你愿意 那你也得把老骨头 可就交给你来打理了 爷爷 你的病不是一天两天能治好的 得先是要调养 等调养的差不多了呢 才能进行手术 好好好 我相信你的孩子 对了陆院长 立刻将那个把瑶瑶 赶出医院的红球过来 我倒要看他 是什么人 敢把这么优秀的医生赶出医院的 爷爷是我把他开出医院 什么 尸体 瑶瑶这么好 好的医生 你凭什么把他赶进医院 简直出胡闹 立刻给瑶瑶道歉 我是不会道歉的 因为我不相信 他能给爷爷做手术 如果我能呢 不要 爷爷的手术 只有艾米医生可以做 不要乱来 我一定会治好 等着瞧吧 居院长 我现在可以入职了 不是 马上就饭 龙一汉你干嘛 放手 聊一聊 我跟你没什么好聊的吧 你干嘛 你放手 放下了 你干嘛呀 你费尽心机接近我们落甲 到底他打什么算了 龙一汉 那你以为我要干什么 你不会以为我看上你的吧 我劝你少做梦 那我也劝你 没事多看看脑子 我 啊 天儿说你们有别的目的 你少自作多情了 刚才就是一个意外 你可是要当我妹夫的人 才看不上你的 最好是 现在聊正事 我们换主聊吧 爷爷的病 只有艾米医生的组织 我不希望他冒险 所以 我请你放弃给医院治疗 价格随你看 你这人真的好奇怪啊 那以为我们花钱请人不看病 我只相信艾米医生 而且 我一定会找到他 为爷爷做手术 那既然这样 不妨我们打个赌 赌什么 我读你找不到艾米医生 就算你找到了艾米医生 他也不会因为你的请求 就答应给老爷子做手术 那如果我找到了 并且说服他给爷爷做手术呢 那我就认输 并且主动退出爷爷的指令 既然是赌约 你想要什么 如果你做不到的话 就答应我一个要求 果然 他接近爷爷跟子言 是有预谋的 怎么 不敢了 有成交好 那就注作先生好用了 魏洛铭 加坏人手 尽快找到艾米医生 外婆 都是我不好 还得你背风没疼吗 说什么傻话 是外婆老了 护不住你了 要是你外公活着 他们这些人 怎么敢如此放肆 外婆 我现在已经长大了 我可以保护你了 相信我 好 我相信你 你妈妈走后啊 你就是外婆 在这世上 活着的唯一动力 外婆 我 当年 当年妈妈真的是 死于意外吗 当年的事情 我也疑点重重 你妈 绝不可能醉酒开车 因为她低酒不真 哎 可是事情过了这么多年了 也查不到了呀 外婆你放心 我一定会查你真相 那些伤害你妈妈的人 我一个都不会放狂 喂 杨杨 你之前寄给我的入胶生产的 化妆品 每个我都检测过了 能离合料 请含量严重超调 这件报告我已经发过去了 嗯 谢谢你安迪 我能再请你帮个忙吗 跟我客气是什么 直接说 我想依您以我们机构的名义 生命举报 我想和陆世的化妆品 彻底它吧 陆妹子 我听瑶瑶说呀 你喜欢吃福云楼的饺子 这我的托人啊 给你带了一份 老哥您太客气了 这有什么呢 瑶瑶救了我一命 一份饺子算得了 什么为啥 瑶瑶是大夫 这是她的本职工作 您啊 千万别跟她客气 瑶瑶这孩子啊 不仅人长得漂亮 还那么优秀 不知道她结婚没有 这孩子命苦 到现在还单着呢 那不正好吗 我那不成气的孙子啊 也还没结婚呢 是吗 你看看 你看看 这个就是我孙子 哎 这不是那天救我的那小伙子吗 你见过我 见过见过 这小伙子人可好了 如果你觉得我孙子还不错的话 瑶瑶 给瑶瑶介绍介绍 你看成吗 哎 成倒是成 瑶瑶啊 虽然没结婚 但是带着一个女儿 今年都五岁了 这不巧了吗 我那不成气的孙子啊 带了一个儿子 今天也正好五岁 如果他们在一起 那不正好那双钱了吗 行啊 您要有这意思 咱们俩 给他们俩 撮合撮合 行 爷 你这么直接叫我来 是拿你不舒服吗 瑶瑶 你先给我照顾自己了吧 我现在两个人都上天了 舒服了好饱呀 真这么管有 我这么大岁数还能骗你啊 今天找你来啊 是有件事情让你去办 爷爷您说 咱们家 竟然和我那套别墅 都已经让人收拾出来 为了方便瑶瑶每天过来 给我扎身几口 从今天开始 你带着子言 陪瑶瑶一起过去住 啊 陆瑶 昨天发生什么事了 你怎么进医院了呀 是陆瑶 他又想算救了 今天早上他还带着太妈 却不让你带到围场 他们简直太过分了 没关系 我都习惯了 陆瑶这几年 依靠着陆瑶迅速发展 陆瑶要是想对付你的话 你一个人带着孩子太危险了 要不搬到我家去住 不用的 我还应付得过来 陆瑶欺负我的 我会全部让他回回来 对了君小 你能帮我查一下 我妈妈当年的救争当 陆瑶 没问题 包在我身上 谢谢你 哥 我听说 爷亲自选定了为他做手术的医生 怎么你找的艾米医生啊 不是艾米 是陆瑶 瑶瑶姐 没想到瑶瑶姐这么厉害 年纪轻轻 就能做这么复杂的手术 我宣布 从此刻开始 瑶瑶姐就是我的跨生理神 我是不会同意让他给爷爷做手术的 爷爷的手术 只有艾米医生 哥 你是不是对瑶瑶姐有偏见啊 我支持爷爷的选择 你支持无效 喂 喂 这是我哥什么时候找的全家福啊 我哥跟你瑶瑶姐简直配脸 哎 哎 这糖的跟我哥妹妹长得也太像了 天呐 不会真被我猜中了吧 骆总 幼儿园那边传来了新入学的学生资料 又是路遥 这个世界上真会有这么巧的事 还是说路遥就是艾米 这个女人真是越来越有意思 他现在哪 根据我们的人带回来的消息 路医生现在正在医院附近的茶餐厅 约会 约会 是 约会 都是爷爷的主治医生了 不好运就爷爷的病情 居然在约会 啰嗦 路医生人那么漂亮 医术也那么厉害 要是没人约会才不正常 你 杨阳你要去哪 我送你呗不用了 他跟我走 路医生 干嘛 莫总 你要带杨阳去哪 我带他去哪 用得着像你归报吗 杨阳他明显就不愿意跟你走 你这样未免也太霸道了 我劝你别多管心事 否则 我记得让你丢家知道 只能叫真正的霸道你 紫阳唐桃就要放学了 还要继续耽误下去 君小 唐桃确实要放学了 我先跟路易亥你去接他 你先走 妈咪 哎呦 两个小宝贝今天过得开不开心啊 开心 开心太好了 妈咪还要带你 一起来这唐桃放学了 是啊是啊 大姐要是你每天都能 和妈咪一起接我们放学就好了 该得尽量啊 来唐桃 妈咪接你回家 奇怪 他妈怎么跟陆云翰这么亲啊 都说女儿跟爸爸亲难道 喂喂 路遥你想什么呢 他可是录影的未婚夫 啊 你带我们来这不算什么 这是钥匙 以后你和唐桃就住在这儿 莫伟翰 我可不是什么随便的人啊 你不要误会 这是老爷子的意思 这栋别墅 和医院只有一厂之隔 让你住在这儿 是为了方便给爷爷诊治 你之前不是不同意 我给爷爷做手术的吗 是吗 现在改变主意了 我现在依然不相信你 所以我和子妍也会住在这儿 是吗 你放心 这都是为了爷爷和子妍 你也知道 这孩子现在十分依赖你 自从你出现之后 他的病也好 我不同意 我跟唐桃会自己回家住的 唐桃走 咱们回家 妈咪唐桃住的地方怎么不帮我 妈咪别走 子妍想跟你一起住 你放心 你和唐桃住楼上 我住楼下 不会打扰你们 妈咪我们就留下来 我同一两个帅哥宝还有哥哥在一起 好吧 但是说好了不不打扰 当然 哇 妈咪做的饭好甜啊 那当然了妈咪做的饭最好吃了 好了你们两个小马屁精 来让我看看 哪个小宝贝想吃披萨饼呀 我 好那妈咪就给每个小宝贝 都拿一个披萨饼 走 妻子 孩子 文星的家 梦寐以求的日子 好像在这一个城镇了 妈咪帅爸爸 好 好还有帅爸爸 味道不错 爷爷 你什么时候喜欢吃披萨�楼的饺子了 哎呀 人家一上来喝醉 口味也就叼了最近啊 你怎么回事 哎 朋友呢 他怎么没跟你起来啊 不清楚 臭小宝贝 你跟瑶瑶住在一起 你跟瑶瑶住在一起 为什么不跟她一起来医院呢 您的意思是 我和子音不仅要陪睡 她得负责接送 人家一个姑娘家家的 每天一大早就你来医院给我扎针请 你顺便把她接过来散了 行了行了爷 我直接去接啊 这还差不多 爷爷 哎 瑶瑶 从今天开始我要问您小礼 您如果哪里有不舒服的话 记得要及时跟我讲 好好好 瑶瑶啊 以后爷爷就麻烦你了 爷爷您太客气了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乐总 我要为爷爷失真了 请你回避一下 为什么要回避 针灸而已 有什么不能看的 我失真的时候 不喜欢别人在旁边打扰 况且乐总 您只信任艾米一声 我们之间可是打不赌道 臭小子 听瑶瑶的 待会给网络过来接他 老公 要不然这事就算了吧 可好歹是悠儿的姐姐 悠儿是小妹妹 让人家姐姐没什么的 爸 要不还是别去了吧 我是有点委屈 也是能接受的 悠儿 你甭吧 搞我怎么收拾的 路遥 下个气下个气 你这个你你还敢躲是吧 杜大山 你要是再动手 我就叫包了 你还敢叫包啊 你这不孝孺 五年前 你害的我呀 成了全程的笑柄 你现在还敢动视频 害你妹妹 害他 怎么不会为你的宝贵女 做了什么好事 杨药 影儿毕竟是你的亲妹妹 那视频还是删了吧 这要是流传出去可不得了 姐姐 事情闹成这样我也不想的 但我和洛少马上就要订婚了 真的不能出一丁点的差错 还请姐姐放我一 没工夫看你们在这儿演戏 这里是医院 请你们出去 现在觉得丢人现眼了 想出去说也可以啊 你现在把你手机里那段 污蔑你妹妹的视频给我删了 污蔑 是他们母女二人献血欺负外婆 又欺负洛爷爷的 我只是用手机拍下了事实 怎么就成污蔑了 那你不行 你妹妹的名誉 一点也不能受到损失 名誉 五年前她也是未婚现孕 凭什么她就被你视若珍宝 我就要被你赶出家门 我也是你的女儿 你这样未免也太偏心了吧 你妹妹怀的是洛家的孩子 你怀的是小野种 她能一样吗 所以就因为她怀的是洛家的孩子 你就可以无条件的纵容她 是吗 没错 我告诉你 你妹妹给洛家伸孩子 那是光松药主的事 你要是敢搞阴谋搞祸患 我第一个就饶不了你 但是现在就试验 amanc hyal 收到什么 你这么烫 灯萃 你吗 我跟ia 都要够吃 没有 要不就 可能 一定ρη胞 到至少 发哦 提个龙 打赫 你 說三個就撒脫了 你是哪來這兒臭家的 讓你做我心事 爸他是林漢哥哥的妹妹 莫玉琦 好好好 原來是洛小姐 我們正出一點家事 讓你見笑 月欣啊 姐姐做錯事惹怒了爸爸 埃發也是應該的 你不用看在我的面子上 替姐姐出頭 不好意思啊 你還沒有這麼大臉 我勸你不要這麼多情 莫玉琦 還不快點啊 陪洛小姐出去 讓他的晦氣 帶給了洛小姐 月薪我陪你出去待一會吧 路犬 怎麼 你還沒有嫁到我們洛家呢 就想送我們洛家的主 你還沒有嫁到我們洛家呢 就想送我們洛家的主 月薪你 月薪我不是這個意思 我還真不知道 我們洛家的醫院 现在也可以让你随便进来刷破沙谱 月欣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陆小姐 你可不能被他单纯的外表给骗了 他 是陆家的祸害 请陆小姐就不要管了 一面脏的眼 不靠我说看到你们才会脏我的眼睛吧 我再告诉你一次 就是我们陆家的医院 就要遵守照的规则 你们如果再撒泼 我就叫保安把你赶过去 你 好 既然洛小姐这么说了 那我就带他回去 路总发生什么事了 让你这么生气 没什么没什么 我们跟陆游开玩笑了 哥 你都不知道 刚才我路过门口的时候 不知道的还为叫杀人了呢 洛小姐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 姚悠爸爸在和姚悠开玩笑呢 让你们见笑呢 是 云安哥哥 爸妈就是过来看看姐姐 毕竟都是一家人嘛 那你们这一家人的相处方式 还挺特别不断 哈哈哈哈 路遥 他不听话 让你见笑了 我这就带他回去 路遥现在你还带不走 洛总 这终归是我家事 路遥现在是我洛家的主治医生 你们要带走他 还要先问我洛家同不同意 我什么时候是你洛家的主治医生 我说你是就是 云安哥哥 姐姐什么时候变成洛家的主治医生了 我怎么不知道 怎么 我们洛家做事 他要向你推荐 不是对于云安哥哥 我只是关心姐姐 既然 路总执意要问 那我也不瞒你 路遥就你欺负尹儿 我今天来 就是给尹尹主治公道 你是尹尹的 为婚夫 总不能看着他被别人欺负 为婚夫 什么为婚夫 哥 我记得你跟路遥还没有结婚呢 路小姐 你 月姓 虽然我和云汉哥哥没订婚 但我们已经有紫妍了 你这话什么意思 紫妍是我们洛家人没有错 但你不理的 至少现在还不是 你 云汉哥哥 够了 路总 路遥现在是我洛家人 你大人不算 你这大把职业要跟老黑猫 不只好让路总的路自己看看 我到底是怎么欺负路遥 不要 不 没 那 我不想 那 你 你 你 欺负你了 云翰哥哥 就是这个糟老头子 没想到他还在这 你都不知道那天他是怎么羞辱我和妈妈的 你可一定要为我做主啊 路影着颠倒黑白的小茶茶 他该想破脑袋都想不到 站在他面前的就是乐家老爷子吧 真是腿到家了 够了 看到我平时对你太重了 竟然让你变得如此嚣张把握 云翰哥哥 明明是眼儿受欺负了 你怎么还凶我 爷爷是我说话 路影在外面 把这我们乐家的脚如此的横行挂闹 还气不到您的头上 你放心 这件事 我一定会给您个交代 爷爷 云翰哥哥 你怎么叫一个糟老头子叫爷爷 路影 郑大姐已经好要看清楚 你口中的糟老头子 是我们乐家老爷子 你叫他糟老头子 如果不是嫌自己命太长了呢 那话家 你要记住 咱们乐家 也不是什么人都用镜子 爷爷 这都是误会 我不知道是你啊 老爷子 这都是误会 都是误会呀 你倒是说话呀 你这是贱人 都是因为你 把你不是交成这样 赶紧给老爷道歉 老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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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叫你一方 你大人不信小人过 确实对 我回去 一定好好收拾这个贱 我方的医院 被你们搞的是乌烟瘴气 看在四眼的份上 你起来吧 谢谢老爷子 谢谢 谢谢 你急着高兴 我可以原谅你们 但是你们一代家的人 充电来欺给老婆 这一张怎么算 这事儿是我们不对 姚姚 这事是阿姨不对 阿姨和你爸爸臭罪眼了 不要心里气啊 这还差不多 姚姚 你把你弄了吗 谢谢爷爷 爷爷还客气是吧 你记住了 以后谁要是欺负你 爷爷 第一个不答应 好 姚姚 跟爷爷回去 这算你的风景也太不好了 好 姚姚 我给你 袁翰哥哥 尹儿真的不是故意的 都是因为姐姐挑说 爷爷才误会我的 洛哥 事到如今还在狡辩 袁翰哥哥 你听我解释 不是这样的 洛总 这事儿不怪尹儿 都是我的错 别错怪尹儿啊 是啊 洛总 尹儿还小 都是我们没教育好 还帮你 别怪这次 你没该庆幸有子言在 再有下次 不介意让你们陆家 在南城消失 你们一路加一家子 真是颠倒黑白 真饿死 妈 您看哥哥真的生我气了 他不会不要我吧 慌什么 沉住气 只要有子言在 任何事情都有回血的一地 这次谢谢您 帮你姐妹 别客气 妖姐 不过 陆家对你也太偏心了吧 我都看不下去了 没关系 我都习惯了 不过 看他们的阵势 好像也不会善把根修的 廖老姐 您可小心啊 我会的 放心 我和我哥呀 绝对会站在你这边的 对了 廖老姐 我听我哥说 你做蔬菜饼特别好吃 你今天还做吗 我想去送饭 我以前总没发现 话这么多 我就冲个饭而已啊 换哪里多 公司还有事 那你送多姚回去吧 嗯 好啊 杨小姐 你有没有发现我哥今天有点奇怪啊 骆驼 我们找到了艾米医生 在南城的自己 走 现在就过去 好 杨小姐 你不用带这么多东西的 别墅里什么都有 小孩子有的时候很厌旧的 很多东西呢 唐他已经用习惯了 还是都带什么 杨小姐 你真的好会带小孩啊 不像那个路影 自己什么都不会 还把杰炎带成了自闭症 有的时候我真的觉得 他一点都不像杰炎的亲妈妈 反而是你 更想像杰炎的男人 可能每个人照顾孩子的方式不同吧 也许吧 要是你真的当了嫂子就好 我觉得你跟我朋友 简直是绝配 终于要找到艾米医生了 路遥 这次打赌 你输定了 路遥 你怎么在这 这是我跟唐唐之前住的地方 我可以拿东西 你给梁做什么 你之前和唐唐 一直住在这 啊 回国之后就住在这里 是我搞错了 你不会是来找艾米医生的吧 他怎么知道 等等 为什么每一次找艾米医生 都会碰到他 难道他跟艾米医生 有什么关系 路总 那您得继续加油了 你 姚姚姐谁呀 手不烂 够了 要把我们家都砸了不成 我 路遥那个小贱人 现在居然成了洛家的主治医生 林汉哥哥处处都护着他 连老爷子都对他刮目相看 我该怎么办呀 如果替洛少找到了艾米医生 还能有那个路遥什么事 你说的倒是轻巧 洛家都找不到的人 我去哪找去 死心眼啊 真的找不到还找不到假的吗 妈妈给你想办法 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 老爷子出问题了怎么办 手术本来就是有风险的 那个老东西死了岂不是更好 反正我们已经把他得罪了 妈 我都听你 我都听不懂 爷爷 经过这段时间的调养 您头疼发作的次数 应该有所减少了吧 没错 现在不仅头部疼了 而且每天晚上睡觉也还很多了 姚姚 你真厉害啊 爷爷您够讲了 既然您的症状有所减少 说明现在的情况正在有所好着 爷爷 我们很快就会一做手术了 那太好了 姚姚 爷这把老骨头啊 那可就交给你了 我都说了 姚姚不比那个医生差 你还不信 手术的事还得从长进 您不能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 哥 我觉得 瑶瑶姐的医术真的很不错 爷爷气色明显好很多了 我的身体啊 我最有发言权了 会调理身体 不代表就能做好手术 这不是一个概念 看来骆先生还是不相信我的医术 那骆先生你得抓紧寻找艾米医生了 毕竟爷爷现在的情况虽然有所好着 但是还是存在隐患 还是尽快做手术也好 你放心 我一定会尽快找到艾米医生了 你这孩子 你怎么不相信爷爷了 爷爷 我这是为您的身体负责 艾米医生是国际权威 只有他 能给您做手术 云翰哥哥说的没错 爷爷的手术 自然只有艾米医生能做 你怎么来了 云翰哥哥 我不是故意来打扰爷爷的 实在是隐儿找到了艾米医生 希望把这个好消息迫不及待告诉你 什么 你找到了艾米医生 你找到了艾米医生 是的 现在他们就在门口 什么情况 我就在这里啊 露营怎么可能找到艾米医生 那赶紧请他进来 艾米医生 罗总你好 我是艾米 病人的情况 骆影小姐已经跟我讲了 原本我是不准备接诊 但骆小姐再三邀请 看在他如此诚心的份上 我就接了这个手术 骆子放心 有我在 骆老爷子不会有问题的 太好了 那我爷爷的手术 就麻烦你了 云翰哥哥 现在艾米医生已经找到了 是不是就不需要姐姐了 毕竟他一个人带着孩子 也挺猛的 也好 不过 姐姐 你也听到了 现在也也主要由艾米医生负责 你可以走了 不好意思啊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脑科的研究专家 想请教你几个问题 不好意思 艾米医生不接受官方以外的采访 是不接受呢 还是不敢接受 像艾米这样的国际权威人士 应该不会这么想起吧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难道你在怀疑艾米医生的身份 你不能因为你想保住爷爷 组织医生的职位 主治医生的职位 而怀疑了 不 我不是怀疑 不是肯定眼前这位 是艾米医 中尧这个小贱人 该不会知道什么了吧 我不可能 妈妈出手做的天衣无妨 没有人能知道 眼前这个艾米是假的 岂有此理 你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大夫 有什么资格在这治理我的身份 确认你不承认 那请问这位专家 三年前 艾米医生曾靠一篇论文 就获得了脑神经专项研究资金 这篇论文的题目是什么 里面主要讲的内容又是什么 我发表过的论文可太多了 这我怎么记得住 况且 医生靠的是真本事 至于发表什么论文 那都是次要的 是忘记了呢 我们还是因为这篇论文 仅在学术界公开过 你根本沾不到边啊 我是国际权威的脑科专家 只要是脑科领域 怎么会有我沾不到边的情况 你不懂 就算你忘了这个题目是什么 那因为这篇论文 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的聘书 这你总该有吧 我当然有 只是这种东西 谁会没事肥身在的 你就靠这个来质疑我 未免太牵强了吧 姐姐 艾米医生不知道每天有多忙 你这是在浪费她的宝贵时间 万一得罪了艾米先生 爷爷怎么办 不要 我知道 你想给爷爷做手术 但这事 不可儿戏 你要是别添浪 我相信瑶瑶的医术 什么艾米医生不爱医生 我只让瑶瑶给我做手术 不相干的人 去那出去 哥 我觉得瑶瑶姐说的不无道理 要不我们还让她清楚吧 不要跟着提论 我只是觉得 露营找人 真的不一定靠谱 一个专家教授 既不知道自己的论文题目 也拿不出骗书 还敢在这冒充艾米 是谁给你的胆子呀 你就不要在狐狸去闹吧 艾米医生那么忙 记不住也是正常的吗 不要再耽误爷爷治疗了 不可能吗 我绝对不会让他给落爷爷医治 雯瑶 别闹 你说这位医生是假的吗 那就拿出确切的证据 不然 不要在这浪费大家的时间 我就是证据 因为我就是艾米 因为我就是艾米 你说什么 你是艾米 没错 我就是你一直在寻找的脑科专家艾米 而眼前的这位 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冒牌货 艾米医生可是国际权威的脑科专家 你说你是艾米医生 证据呢 这可是关乎爷爷的身体健康的大事 你就不要在这捣乱了好不好 你要是缺钱的话 我可以自掏腰包给你转一笔好了 我瑶瑶是不是艾米 我的手术都让瑶瑶负责 当年的论文题目是脑神经胸问题 而哥伦比亚大学的聘书官网合查 还需要什么证据吗 你真的是艾米 如假包换 哇 瑶瑶姐 没想到你真的是艾米医生呀 不愧是我的恶心 我可太崇拜你了 路易啊 现在事实的已经摆在眼前了 你还有什么话好说的 这个冒牌货到底是从哪找的呀 到我们洛家 是汽园子吗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 但我也不会拿爷爷的身体 开玩笑 既然你们都不信任我 那我也没有必要在这里自己欺辱了 告辞 艾米医生你别走 是我姐姐不懂事 我让他给你道歉 姐姐 你不要再闹了好不好 你这么年轻 怎么可能是最顶尖的脑科专家 路易说的有道理 顶尖专家都是时间积累出来的 路遥他怎么可能是艾米医生 我能证明 啊 我能为路遥证明 她就是国际权威的脑科专家艾米本人 没错 周军晓这个接盘侠 偏偏在这个时候出 不行 我得将事情闷下去 周少 你自有喜欢姐姐 五年前姐姐被赶出家门的时候 都传说你是姐姐的接盘侠 没想到竟然是真的 路易你不要胡说八道 姐姐真是心疼了 也对 这些年姐姐一个人怎么能养的好孩子 多亏了周少的帮忙 姐姐护着周少也是应该的 父爷 你开路遥害的还不够吗 我不准你诬蔑他 云翰哥哥 你也看到了 周少喜欢姐姐 已经到了不顾示背黑白的地步 他说的话应该不能算数吧 你 哥 我倒觉得周医生说的不一定是假话 我们每次去找艾米医生 结果都能碰到瑶瑶姐 也没有这么巧的事 确实挺巧的 但这也说明不了什么 不过 你不会真相信路颖带来这些冒牌货的 月欣 艾米医生是专家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就是因为他是你带来的专家 所以我就更不信了 我只想想的样子 姐姐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 但这事 是关乎爷爷的身体健康的大事 你就不要在这儿闹了好不好 路遥 你先离开吧 行啊 我能替路遥这么命啊 郭老总 路遥就是艾米 你是什么人 也不看看什么场合 无论带你说话的班 我就是这家医院的院长秦克 你是干嘛的 那带这么个冒牌货 你想坑害老爷子吗 你是秦院长 人家我还给你看一看证明看看啊 老爷呢 不好意思啊 刚才路上有个事耽搁了 路遥医生 那就是国际权威 劳客专家艾米教授 确定他就是艾米教授 没错 这就是他的资料 入职的时候啊 我们搜集了所有的信息 绝对没错 这么重要的事情 为什么不早点说话 唉 您老不知道啊 艾米一手来之前 我们欠了歇议 对他这个证实身份啊 必须得跑屁 可谁想到啊 您俩人这家闹了误会了 所以才你 这太老了 我就知道 杨阳不会说话 陆明汉 你现在怎么该相信 我就是艾米 陆颖 你现在还有什么话好说 怎么会 路遥这个小贱人 居然真的是艾米 怎么办 现在我该怎么办才好 你到底是谁 你为什么会骗我 陆小姐 我都是 你给我缺钱 你给我直说呀 你要是害了爷爷 陆家和陆家都不会放过你呢 陆总 对不起 我家里实在是困难 我才出来骗人的 莫比 罗总 送进去 好好询问 很吗 不用了 云翰哥哥 都怪我 识人不清 被这个冒牌货给骗了 还好姐姐就是艾米医生 现在爷爷的手术可以顺利进行了 你当真不知道那个是冒牌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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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不知道云翰哥哥 我为了找他还花了一大笔钱呢 行了你先回去 你就让我留下来照顾爷爷吧 我可以给姐姐帮忙 艾米可是国际的权威脑科专家 你又不会学医的 你能帮什么忙 你也就会添乱罢了 我知道我不如姐姐 但我是真心担心爷爷 爷爷这么疼子言 子言肯定希望他的太爷爷很快好起来 我刚才是得罪了姐姐 我给姐姐道歉 姐姐 刚才是我误会你了 你不会怪我 洛言 你这样假嘻嘻的有意思吗 是不是演戏演太多了 你自己都信了 真的只是误会吗 真的是误会姐姐 我不是故意的 好了 你先回去 好吧 艾雅 爷爷这把老骨头 可能全靠你喽 爷爷放心 那爷爷就拜托你了 嗯 哥 没想到艾雅 真的是姚姚姐 无愧是我的女神 我的偶像 有姚姚姐在 爷爷肯定可以长命百岁 这次算你眼光不错 怎么样哥 你现在是不是也觉得姚姐真的特别好 爷爷在手术呢 你给我正经点吧 作为爷爷最成熟的孙女 和姚姚姐最忠实的粉丝 哥 我可劝你一定要加油啊 像姚姚姐这么好的女人 你提着灯着 可就找不到 你可不要犯糊涂 爷怎么样了 爷怎么样了 放心吧 手术很成功 爷很快就会恢复她 不愧是你呀姚姚姐 你讲的是我好笑啊你 别胡闹 那好吧 那我去病房看了爷爷 那你替我好好的谢谢你医生 谢谢你 不用客气 这都是我医生的侄子 不过 我赢了是不是也可以提出要求了 可以 我也很好奇 你费这么大力气到底想要什么 想到再告诉你 就怕到时候落总不敢答应啊 放心 放心 在南城 还没有我洛英翰办不到的事 爷爷您恢复的很好 用不了多久就可以出院了 姚姚啊 这次啊 真得多谢你了 真没想到 你就是那个艾米医生啊 之前 云海还到处找你的 没想到 宝玉就在眼前 您说 她是不是有点傻啊 爷爷 你也说的有错吧 您说的都对 这还差不多 我再去准备点水果 嗯 嗯 小艾 你看我这孙子 虽然傻了点 但是人还是不错嘛 要不 你考虑考虑她 我最近还没有结婚的打算 那好 那这样 那先排队 也要是能娶到你这样好的孙媳妇啊 做梦 都会笑醒她 哈哈哈哈 没想到陆阳那个小贱人混得那么好 还成了国际权威 怪不得陆少处处顾着她 如今她又救了陆老爷子 直接就成了陆家的大功臣了 妈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快帮我想想办法呀 经过贾艾米这事儿 陆少难免对你有意见 当下之际 还是得从紫妍那个小兔崽子身上手 哎 艾米 我给你淡了奶茶 不打扰你吧 太好了 正好有点累呢 爷爷的手术终于做完了 那你今后有什么打算呀 要一直都在难成吧 我 喂堂堂妈妈吗 刚刚子言的妈妈把堂堂你姐姐走了 我觉得不放心 还是跟你说一声 什么 怎么了 怎么了 陆云白子言和堂堂都姐走了 不行 我得马上去堂陆家 那我跟你一起去 妈咪 我妈咪呢 你不是说带我们去找妈咪吗 妹妹她骗我们的 她根本不带她去找妈咪 我们走 你个小小崽子还挺聪明 快过来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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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进去 很久不回来了 是不是也小黑屋的我 我告诉你 不听话的孩子就总配待在这儿 今天我就让你长长记性 幻月软你给我放开哥哥 你这个小野种 是不是也想被他滚起来 好呀 我今天乘一去你 进去 快放开我哥哥 闭嘴 再来 我让你永远见不到路遥那个小剑 你两个小崽子 我还治不了你呢 唐唐 唐唐 姐姐来得倒是挺快 不过最近呀 我因为姐姐经常失眠 这记性呀可能也就不太好 如果姐姐帮我能解决那些问题 我兴许能记得些那个小野种 到底在哪儿 这你干什么 我要你带着那个小野种 马上离开南城 再也不要出现在子爷面前 班饼现在是我们陆家的救命恩人 不是你说赶走就能赶走的 月星你怎么来了 陆月星这个小剑子 还真是到处添乱 怎么 是我来的不是时候 听到的不该听到的吗 月星你误会了 我这都是为了子颜好 子颜被姐姐带了几天之后 连我这个亲妈都不认了 你能体会我这个做母亲的心情吗 我呸 第一次听到人可以跌倒黑白到这个地步 子颜明明是根据爱你性格反而变得更好了 连你这个亲妈的不 什么 你是嫉妒了吗 月星 好歹也说我是要嫁给你哥哥的人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呢 不累听了 那你先嫁给我哥哥的说吧 月星你别废话 后来呢是找孩子的 子颜跟唐唐呢 不行 绝不能让洛月星看到我把子颜关起来 否则这个小贱人还不知道要怎么跟云翰哥哥告状 再怎么说我也是子颜的亲妈 唐唐的小姨 我带他们来外婆家玩而已 你们何必如此的急眼里色跟我绑架了孩子一样 那你倒是快出孩子在哪呢 姐姐你招什么急吗 我妈带着两个孩子去附近的公园玩了 你们要去找 你们自己去找 真的 骗你干什么 琉琉姐 那我们赶快就要姐姐跟唐唐吧 爸 唐唐呢 唐唐没跟你们一起回来吗 什么回来不回来的 我警告你陆阳 马上带你小姨种 给我滚出南城 否则 就别怪我有客气 你别以为你现在在外面当着什么狗屁专家 就为所欲为 这是南城不是你撒野的地方 唐唐不是跟你们在一起的吗 陆阳怎么回事 你也不 communic art 嗯 我死我即 Phot Singapore 我还在这里 你干什么 可能我都可能说 你是无所谓呀 她哪看 姐姐 太散了 她 啊 喂 汤 爸 你知不知道路由他做了什麼 紫妍跟棠的還這麼小 他就綁架了他們 更何況紫妍還是你的親外孫 靈兒做什麼事自有他的道理 不就是讓兩個孩子回家來玩嗎 怎麼還犯法不成 你非要偏心到此嗎 陸總 你的意思是 陸營綁架了紫妍跟棠 並且你們還知情是嗎 你們陸家是真把我陸家放在眼裡 哈哈 陸小姐 紫妍是我親外孫 陸營又是他親媽 把他帶回來也沒什麼不妥 至於堂堂那個小野種 好像跟你陸家沒什麼關係吧 這個陸大師安明擺了就要拿長輩的身份 來幫助陸營趕走艾米和堂堂 我得想想辦法才行 我就不信了還知不了他了 姐姐 姐姐 你還是快點答應吧 這樣你兴許還能早一點見到那個小野種 哥 陸家安太囂張了 居然敢綁架紫妍跟堂堂 你快來 你們真是無恥 媽咪你快救救我嗎 你們真是無恥 媽咪你快救救我嗎 堂堂 堂堂你在哪兒 我媽咪來救你 放手 放开吧 罗云翰来得正好 紫妍跟唐桃被他们关起来了 快救救他们 怎么回事 紫妍和唐桃呢 云翰哥哥 你不要听姐姐乱讲 是紫妍鼎庄长辈 我就责罕了他一小伙 唐桃是想跟哥哥一起玩 才跟着一起的 还不是因为姐姐太腻爱孩子了 他才会这么紧张 我问你 紫妍和唐桃在哪 就在那边 云翰哥哥你相信我 我是紫妍的妈妈 我不会害他的 就因为你是紫妍的妈妈 所以你才能活到现在 带我过去 疼痛 妈咪你快救救哥哥哥哥哥晕倒了 是紫妍本身就患有自闭症 本来现在情况更好一点 但别关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 孩子忍受不住就晕了过去 就算医院吧 好 我 这样 不住 别担心 别担心 你看 就知道吗 我 感情了好不好算我求你了 元恨哥哥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只是不想让子言变成一个没有礼貌的 孩子是我的教育方式错了 你可以过来我的心情不能不让我看 孩子露营 你真的是子言的亲妈妈 今天会出售第一个要不了你放开 怎么样 你没什么问题 确实子言这孩子最近性格才好 那么在受尽下往 我不如让骆远再接近他了 对了爷爷刚做完手术 这件事先不要告诉他 好 唐童在外婆那儿我先过去看一眼 艾比 我刚刚给唐童买了一些饭就会吃的 那我陪你一起去吧 好 外婆 我们回来了 妈妈 喂好看 这姑娘长得真水灵 这谁家的姑娘 外婆 她是鱼翰的妹妹 外婆 你叫我叶欣就好 哎呦 多好的名字呀 和你长得一样美 外婆还是年幼眼活 杨幼姐 你看 外婆这么有眼光的人都看上我哥了 那你还不考虑考虑做我嫂子呢 是啊是啊 是啊 月薪说的对 外婆 你别闹啊 哎 来来来来来 哈哈哈 我听月薪说呀 你们来了 我给你们带来的饺子 来 团团快休休看爷爷 谢谢他爷爷 他们最喜欢吃饺子了 哎呦 这是谁家的小娃娃呀 怎么长得跟月薪小的叔叔一模一样啊 爷爷 这是我的女儿叫唐唐 哦 嘿嘿嘿 是瑶瑶的女儿 怪不得这么可爱啊 这孩子呀 跟月薪小的时候长得真像 爷爷认错了 连爷爷也觉得唐唐跟我哥长得像 难道 唐唐真的是我哥的孩子 我的天呐 想想都觉得激动 不行我给想想办法 可能长得好看的小孩子都比较像 哎不过听爷爷您这么一说 杜云汉小时候应该挺可爱的吧 那当然了 你现在呀可爱多了 爷爷我们赶快吃饺子吧 好好好吃饺子来来来来 航空来找姑姑 航空我给你吃口饭了什么呀 啊 你不说头发可好看了 哈哈哈 真想 你发现什么 行动 瑶瑶 我这几天泡在档案室里 翻遍了里面所有的文件 终于 我找到了伯母当年的病例 这是什么意思啊 根据咱们医院的规定 急诊重症患者的病例 除非家属亲自签字销毁 不然咱们医院是需要一直保留的 而当年在这个底面上签字的人 正是卢大善 所以很有可能是我爸爸设计的那种称呼 然后销毁的证据 我们现在没有证据 一切都只是猜想 但 不排除这很可能 居然真的和他有关 瑶瑶 现在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 证据方面恐怕 不好找啊 当年我妈妈的接诊医生 还能查到吗 看来只能从陆大山身上下说 我知道你对于当年阿姨的事情 一直耿耿于怀 但是你现在已经查到伯父的头上了 你还要查吗 要查 所有伤害过我妈妈 我全都要挖出来 外婆 我好像查到 害死妈妈的罪魁祸首了 是陆大山 当年你外公对这件事情 也调查过 没有证据能够证明 和陆大山有关 这么多年过去了 要不算了吧 外婆呀 只是希望你能够找个好男人 平平安安的过生活 你还要闹到什么时候 妈 现在云翰哥哥已经不让我看紫妍了 他这次肯定不会原谅我了 我完全没戏了 陆瑶被落少看上 无非因为他是脑科专家 现在老爷子的手术做完了 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 咱家的新品马上就要发布了 陆家将一跃成为南城 最有名望的四大家族之一 我的女儿 将会是南城最金贵的豪门千金 还愁露不了落少的眼 妈 你说的对 等我成为南城最金贵的豪门千金 我看那个戴着脱油瓶的破鞋 还怎么跟我比 这就对了 这才是我的女儿 陆瑶 陆瑶 好戏马上就要开始了 喂 安迪 明天录下的美妆品牌艾米 就要开场新品发布会 到时候录影必定借着这个热搜 来获得一些空前的关注和热度 我觉得这个千超标的事情 在这个时候发布就再好不过了 随时待命 不过瑶瑶 艾米毕竟是师母陆心爱为你创办的 这也是你名字的由来 你真的忍心就这么毁掉 艾米虽然会消失 但是妈妈的爱永远都会存在的 况且 被毁掉的 不过是一些钻空子的人罢了 你要一直在南城待着吗 什么时候回来 等我忙完这些事情 就带外婆一起回去 陆瑶 他要走 陆瑶汉 你在我门口站着干嘛呀 紫妍醒了 要找你 说 要你陪他一起回家 我正好要去看看紫妍 我担心他的自闭症有发 你对紫妍 老是很关心 不知道为什么 一看见这个孩子 我就感觉心里都暖暖的 可能他实在是太可爱了吧 你会离开南城吗 也许吧 等这边的事情处理完 咱们差不多就回去了 哈哈哈哈 我来抓下你了 我做 小宝贝 乐伯哥呀 那让呆迪陪你们玩玩具 妈咪就给你做下人青菜粥好不好 好 妈咪你怎么不想去看你 紫妍这么舍不得我呀 那 那紫妍在旁边帮你拨下人好不好 好 妈咪还有唐她 好 你也要 达弟也要 不 你达弟不要 要 紫妍刚出院 不要不听话 你负责拨下人 让紫妍跟唐妍在旁边说 好 走 我们一起 走 那我们看看 这个一阵过后的城市 有哪些不太对见 小猴子 嗯 房屋是不是倒塌的 这样温馨的画面 自从父母去世之后 已经很多年未曾见过了 而且 明明录影才是紫妍的妈妈 可紫妍在她面前 却从未有过这样开心放松的时刻 哎 哥 你看 紫妍还是第一次和人这么亲近 紫妍和这月美女姐姐更像母子呢 爹地和妈咪都是陪爸爸一起睡的 我们能让爹地陪我们一起睡吗 紫妍 嗯 爹地今天要去陪太爷爷 所以不能跟我们一起睡 嗯 对 嗯就是这样 哦 好吧 外面怎么有说你爹地是你吗 爸爸可以进去吗 爹地回来了 妈咪可以让爹地进来吗 好吧 看在紫妍的面子上 路云翰 怎么这么巧啊 你该不会是一直在门口偷看我们吧 我才没那么变态呢 他这么睡了我就吓了 嗯那就好 爹地不上了 爹地你落这儿 好 来 刚好 你好 那让爹地给你们讲故事好不好 好 好 爹地 他们都想听小猴子故事 好 爸爸给你们讲小猴子的故事 从前啊 有一只小猴子 他呀 就在一座山上 这个山叫什么名字呢 叫花果山 人是你第一秒 说声以后 当时没发现伺候 是爱的征兆 你轻轻揚起他嘴角 好神奇 此时此刻 我竟然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我们谈谈 你要过我当家庭医生 紫妍的情况你也看到了 他现在离不开你 所以 我想请你帮忙他 我知道 你是国际权威的医生 价格随你开 行吧 看在紫妍这么可爱的面子上 这个应该只有我同意了 不过在南城还有一些别的事情 我可以在这期间照顾紫妍 但是 你不能感受我做我自己的事情 成交 这什么意思 事不相瞒 我有一个儿子 如果他还活着的话 应该跟紫妍一样大吧 只可惜 我一见到紫妍这个孩子 就觉得特别的亲切 况且 堂当从小也没有爸爸 你的出现让堂当特别开心 所以 我们就当互惠互利了吧 这个女人 竟然也有一个儿子 你不要钱 那你想要什么 不急 多么想好你再告诉你 莫小姐 这是您之前送来的样品的检测报告 谢谢 辛苦了 我去 我就叫我猜的果然没错 这么重要的消息 我也赶快告诉我哥 您好 您播降的用户暂时无法接脱 怎么关键时刻掉链子 哥 尽宝消息 堂当居然真的是你的女儿 叶欣 我知道路遥救了一个业 你也很喜欢她 但是你也没必要 回到这个东西来撮合我们吧 哥 我说的都是真的 这报告都宰账了 我还能骗你不成 再说了 你就没有觉得 堂当跟你长得很像吗 堂当和子彦每天都在一块玩 你拿错了也不一定 我没有 不走 找到爱民生的位置 马上过去 哎哥哥 郝医生 帮个忙 不好意思啊没空 哎 我真有事 相信我 你会感兴趣的 陆云翰 你能不能不要每次都这么霸道 我现在是真有事 没空帮你的吗 陆家的新品发布会 有进去吗 你跟我一起 做我的女儿 陆云翰他也要去陆家的发布会 也好 李夫妻一省了 还能把陆云起个搬死 我算了 陆总 你也知道嘛 陆家人都不喜欢我 我可不想宋山门去挨他 你力气高明吧 我以陆家的名誉单位 没有人敢欺负你 陆家 陆瑶这个小贱人 你能不能不能进去 我留待 inside 你也可以 我以后 就算你 就算什么 我还是很听 你还是很听 我能不能 我大概来 竟像新品发布会这样的大场 我怎么 你和你那个死鬼老妈 早就被陆家除名了 陆家现在的所有都是我 等今天的发布会一过 我就会成为整个南城 最金贵的豪门千金 然后风风光光的和云翰哥哥结婚 而你 永远都是一个任人唾弃的祸喜 陆阳 这么有把握 陆游翰真的会去 我和云翰哥哥有了子言 他最注重家庭 他一定会跟我结婚 好 既然你这么有自信 不妨我们打个赌 你想赌什么 我赌洛云翰不会打了你的球 路遥你诅咒我 你不是一直想让我离开南城吗 如果你赢了 我就带着唐唐立刻离开 好呀 你等着看吧 云翰哥哥一定会跟我结婚 好 如果我赢了的话 他们以这个品配还得也 贵口倒是不小 怎么 不敢赌啊 我就觉得陆一汉也没那么喜欢你 谁说我不敢赌 如果要是云翰哥哥也答应 那你 就立刻带着那个小拖油瓶 蠢蛋 好 欢迎大家来到陆氏集团在御剑 一和举办的新品发布会 今天我们的发布会将进行现场出播 邀请全网的小伙伴 共襄胜举 陆氏家的这次发布会搞得好盛大 我听说这次发布会之后 陆氏就要上市了 陆银也会随为 故事排好吧 最年轻的 下面有请陆氏集团总裁 为艾米揭开压轴新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今天是陆氏的大日子 我想借着今天这个大喜的日子 为自己图一个彩头 你想做什么 云翰哥哥你娶我好不好 娶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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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娶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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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翰哥哥 我们给子言一个完整的家好不好 这件事 我不同意 姐姐你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我不同意 这是我跟云翰哥哥的事情 还轮不到你插手吧 我知道你向来水性洋花 但是你也不能公然地抢婚自己的妹夫吧 姐姐 难不成之前被陆家 感觉那个家门的大小姐吧 这可不得了不得了 陆云翰 你之前欺负我一件事情 我现在知道想要什么了 我要你不娶陆英 做得当吗 好 很抱歉 我不能答应 陆英 现在陆云翰没有答应你的求婚 你记得信手承诺 把艾米还给我 你做梦 艾米是我们陆家的 他既然这样 就别怪我不客气 进报陆氏集团美妆品牌艾米 为了国际权威检测机构 实名提报 签含量严重超标 先有关部门 不先进入调查 你得不到就想毁 你罢了这是你那个死鬼老妈创建的吗 这因为是我妈妈创建的品牌 所以才不能让他落到你这人的身体 我告诉你 你见我的 不要一件一件的都拿回来 兵儿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咱家新品牌的好好的 怎么可能突然被人举报呢 还不是路遥那个小贱人导致 不知道使了什么手段 让云翰哥哥处处护着他不说 现在还因为他拒绝了我的求婚 他怎么不去死呢 你什么意思啊 洛少现在看上路遥了 岸山 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 咱婴儿可是为了洛少生过儿子的 我不就那么一提吗 你干嘛那么认真呢 你可别忘了 当年要不是我帮你 那陆家是不是你的可还不一定呢 行了 你哪那么多陈芝麻烂苦 你烦不烦 妈 这下该怎么办呀 生产线现在全部停产了 一不出一个月我们家就破产了 真的被路遥那个小贱人 坑死了现在 别着急 沉住气大不了与死网破 也不能让那个小贱人得益 路遥你干嘛 路遥 我好好的老婆就这么没了 你可不能就这么走了 那你算怎么样 你得陪我一个 不陪 是你自己大都打输了 这可赖不上我 不好意思啊 陪不起 再说吧 紫妍现在自闭症状犯了 你现在这个时候跟路隐结婚 对紫妍可一点好处都没有 而且别以为我没看出来 你是为了紫妍才跟路隐结婚 我这是在救你 我以前怎么没发现 你这么关心我呀 少子做多情 我这完全是为了帮紫妍 那看在你这么关心紫妍的份上 你更得陪我一个 路遥你讲不讲理啊 我遗憾 我遗憾 我警告你 不能乱来知道吗 如果非要乱来呢 反正我老婆都没了 你得陪我一个 你 哎呀 我什么都没有看见 你们继续 我先走了 你们继续 月欣 你听我说 我们什么都没干 真的 你这语气 好像有点失望 陆云翰 你 带记妈咪说的亲亲吗 哥哥 他们干什么爱亲亲 当然是因为 带记是个乖宝宝 所以妈咪看亲亲啊 哥哥 你可真聪明 什么都知道 哎呀 我的两个小祖祖 你们怎么在这儿呀 走 姑姑带你们出去玩 呢 为了救你 我也是付出代价的 所以你不能乱来 得好好感谢你的救命人 知道吗 你不喜欢的话 可以不解 我保证 他不敢再为难你 瑶瑶 你今天有困吗 爸爸 向亲吃顿饭 可以吗 什么情况 陆大山 不应该找我发飙吗 怎么可能这么 心平气和的说话 也好 有些事情也该解决了 好 瑶瑶 咱爷俩 已经很久没有一起吃饭了 爸给你点的 你最爱吃的虾仁 原来爸爸还记得 我最爱吃的东西 那当然了 你是我的亲闺女吗 我是你的亲闺女 你却一直记不住 我对虾仁闺女 对了 过敏过敏 那 爸爸再给你点点别的啊 不必了 说吧 你知道我过来什么事 当年的事啊 是爸爸太冲动了 希望你呢能原谅爸爸 你重新回到陆家 你该不会是觉得 让人看着我了 所以才想让我不落下 怎么会呢 爸爸是真心的知道错了 好 那我回陆家也可以 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你说 我爸爸都答应 把方梅和陆云赶福利家 什么 你这个秘密 你小小的年纪怎么如此的狠毒呢 既然爸爸熟了 那就别再跟我提回路纪的事 反正我跟你之间 只有我在深圳上 你 你在羞辱你的老子 你烦了 你烦了 你把人家的老子 你手里的路线已经岌岌可温了 只要你赶出方梅和陆云 我们还是一家人 你可想想清楚了 陆云 你个不要脸的想见人 刚破坏友儿后落上的订婚 现在又让陆大山 把我们母女赶出家门 你好恶毒的心思 所以陆大山 还是选择放弃你们 而保全陆家 这确实像他 你承认了 是我做的 我有什么不敢承认的 都是你一方一 当年你对我妈做的那些事情 你敢承认吗 你胡说八道些什么 我根本听不懂 我已经拿到证据了 当年就是你给那个造势司机打了钱 第二天我妈就出事了 你说事情怎么会这么巧啊 你胡说 我当时用的是国外账户怎么可能查到 所以真的是你害死了我吗 是又怎么样 那个贱人都已经死了那么多年了 狐独都成亏了 没有证据 你能把我怎么样 不好意思 我平时出诊的时候有录音的行 刚才一不小心穷录下来 贱人快给我给我拿来不是 这里是医院 不是你撒脱的地方 这又是谁 该不会是陆瑶的野男人吗 请你说话放尊重点 否则的话 我叫保安了 当婊子还怕让人说吗 真是笑话 来来来大家都看看啊 就是这个陆医生表面上光鲜亮丽 实际上啊 五年前就和男人鬼混生的野种 现在呀又在勾引自己亲妹妹的未婚夫 在医院还和别的男人勾勾搭搭 你们怎么能让这样的人当医生呢 没想到陆瑶是这样的人 看样子倒是挺清楚的 医院有这样的医生怎么可能好到哪里去 就是你才知道 你胡说八道什么 瑶瑶她是我女朋友 君祥 这不关你的事 你没必要把自己卷进来的 瑶瑶 你放心 我不会在那儿欺负你的 哟 这就护上了 你知不知道这个小贱人还有一个小野种啊 这上赶着当爹的我还是第一次见呢 不是吧 周少这么帅 这么优秀 居然上赶着给人当接盘侠 他陆瑶何德何能啊 刚才这个老女人不是说了吗 陆瑶最擅长勾引男人 周少估计是被他给骗了 凤妹 我劝你事可而止 我跟瑶瑶的事 还轮不到你插手 我就是要把这个小贱人的丑事搞得天下所有人都知道啊 让他没脸在南城待下去 怎么着 你还怕说呀 但你怕说你自己别做呀 不好意思 我更正一下 我跟陆瑶 并没有感情 更不存在陆瑶勾引我的说法 是我追求的陆瑶 只要他同意 我们立刻结婚 陆瑶你疯了 陆总 你知道你给瑶瑶带来了多大的困扰 这是我和陆瑶之间的事 与你无关 瑶瑶的事 就是我的事 周少 你们周家这几年本就岌岌可温 我劝你不要拿周家在南城的命运开玩笑 陆瑶是我的人 轮不到你多管闲事 陆瑶是我的人 轮不到你多管闲事 陆瑶刚刚说了什么 他说陆瑶是他的人 好霸道 我好喜欢 真人版霸道总裁 陆瑶和你胡说霸道什么 我是认真的 认真是不认真 我看你是纯属过来捣乱的 陆瑶这个小贱人 命这么好 影儿怎么遇不到这么好的男人呢 陆夫人 我说的话你是不是忘了 我只是说了实话而已嘛 你该不会和我一般见识吧 我自然不会跟你计较 但你身上的案子 有关部门可不会放过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你什么意思 把陆夫人送去警局 他该交代的事情 必须让他交代清楚 我提个两个月 为什么好交代呢 陆一汉你都知道了 周少 狗粮还没吃过我 那我还要麻烦你 把陆瑶交给律师 他会全权处理 令一千的案子 嗯 谢谢你 妈咪 妈咪 你们两个怎么来了 我们来和大姐姐姐妈咪回家呀 没错 前妈咪一起回家 走咱们回家 大哥 我来看看你哎呦 哎呦你也客气了吗 来来您坐坐坐好好好 听说您好多了 马上就要出院了 是啊 这次啊 多亏问瑶瑶 要不然的话呀 我这把老骨头治病 什么时候就赔了 瑶瑶这孩子是真不错呀 我做梦都想让她做我的 孙媳妇啊 您倒是有这个意思 可是我觉得 云汉这孩子 好像不一定喜欢我们家瑶瑶 怎么会呢 对你看看 我刚刚 你说呀 小护士 一圈了 你看 他们一家四口 多般配呀 瑶瑶这孩子呀 就是嘴笨点 实际上 自己跟爸妈走后 她最想要的就是这种生活 就是不知道瑶瑶啊 肯不肯得上她呀 我觉得瑶瑶对云汉这孩子 还真有那么点意思 要不然 在陆家发布会上 她怎么去抢亲呢 就是呀 不知道这两个孩子是怎么想的 既然大哥 您有这个想法 要不 咱们给他们俩 多制造点机会 那感情好啊 要不然 咱们给他们签签线 让他们约约会啥的 嗯 好 请不吝点 爷爷 您看看啊 咋呀 明天让你办点事 明天早晨 枝子花 咖啡厅 你帮我去 见个人 爷爷 是什么人啊 到了你就知道了 别管这么做 爷爷 您该不会是让我去见路遥吧 你当众师爱都上了热搜了 还不想着出来跟人家约约会啥的 你是真傻呀 还是不想负责任的 爷爷 感情的事我自有打算 您就不要插手了 但一想起你的婚姻大事没有解决呀 我就头疼的厉害 你 是不是不想要你爷爷好啊 好好好 我去我去 你有情况要好好的啊 爸 妈妈跟了你这么多年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他现在被路遥那个小贱人弄进了局 你不能不管他呀 那是他活该 谁让他胆大抱歉呢 去找路遥的妈妈 他愿意以卵及时 这事跟我可没关系 他可是你的妻子 你怎么能这么绝情呢 绝情 我当年认识你妈妈就是一个错误 是我鬼迷心窍上他当 当年路遥是不死的话 我们路家早就成了司打家族之一 哪会轮落到像今天要破产的地步 都是你们这两个骚扰心 城市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 爸 我可是你的亲生女儿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呢 滚干 从现在起离过滚书家了 路家跟你再无关系 爸爸 你当真要这么绝情吗 不是我要绝情 我路家要归您破产 路遥提出来了 只要把你们轰出去 他就保我路家一命 为了路家 我只能牺牲你 路遥 你的死期到 外婆有一个老友的孙子 最近脑子不太好 你能帮着去看看吗 没问题 外婆 您让他挂我的号 这孩子呀 知道自己年纪轻轻的 就得了病心里不太舒服 外婆就自作主张 给你们约了个时间 明天呀 只子咖啡厅 脑部疾病的患者 有压力也很正常 你放心 外婆 明天我一定去 云翰哥哥 你是我的 谁也抢不走 这钱你拿着 把衣服和咖啡给我 儿子什么事了 怎么回事 头怎么突然晕得厉害 云翰哥哥你怎么了 你不舒服吗 银儿送你回家 不是说在二十三号桌吗 外婆不是说咋就到了吗 你不舒服吗 姐姐 枫叶酒店八八零八 请你看场好戏 露燕 你要干什么 明汉哥哥 五年前 我们就是在这儿游的子言 你怎么都忘了呢 鲁阳你这个贱人 怎么这么快就来了 保安大哥 这就是我老公找的那个小姐 你们这差点就成卖淫场所了 你说吓不吓人 你胡说什么 说成这个样子 你那个那个 还被罪的不省人事 确实可以的 你们两个臭王 还敢管顾客的事 你知不知道顾客就是上帝 赶紧跟我们走 放开 否则直接把你送到橘子里去 人家老婆都来了 你还嚣张什么劲 跟我们走 露燕我不可以放过你的 露燕 露燕 你给我的感觉真的好熟悉 五年前 你真的没见过我吗 还是说 你早就把我忘了 这熟悉的感觉 让我一直信心念念了五年 我终于找到你了 你放开我 这个方子 没有 我终于 放着脸说声打扰 电话想知道 不说声音做不到 怎么控制心跳 妈咪快救救唐她 唐她 妈咪快救救唐她 想一种别哭了等你妈死了再哭 妈咪才不会死你是坏人胡说 你还敢顶住手 妈咪 回来你给我 我已经来了 你快放了唐糖 妈咪这个坏人好可怕 兔崽子玩你别闹唐糖 妈咪 来都来了 还想都活着出去 姐姐 你未免想的也太天真了吧 你现在怎么样 把这个汽油倒在自己身上 然后砰个一下点燃烫 只要你死了 我就送这个小野种平安回去 陆云 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 我当然知道 你这个小尖人害得我什么都没有 云翰哥哥抛弃了我 妈妈进了监狱 爸爸也不要我 我还有什么可怕的 我数到三 你还不动手 我就送这个小野种上西天 等一下 还有子言呢 你好歹也是子言的妈妈 你如果真的这么做了 子言怎么办 这个小野种 我养了他五年整整五年 我养条狗他都会向我咬尾 他现在不认我了 我还有什么可怕的 别废话了赶紧动手 不然别怪我不客气 别 我答应你 哥不好了 我刚才去接子言跟唐糖 子言说唐糖被陆云带走了 什么 陆瑶呢 到处都找过了 也没有找到艾米 哥艾米和唐糖不会有危险吧 莫名 让所有人去找陆瑶和唐糖 十分钟内 我要知道他们的位置 走 我现在就按照你说的做了 现在可以放了唐糖了吧 陆瑶 真没想到 也有一样像狗一样听话的 少废话 快放了唐糖 你不就是想让我死吗 我听你的就是了 可唐糖是无辜的 哎呀 不好意思我改变主意了 我想让你们两个一起去死 不要 陆瑶你以为你跑得了吗 我杀了你 去死吧你小心 来 快 来 来 鱼翰哥哥 哥 哥 别害怕 我来 好 哥你醒了 不要躺了呢哥你放心 姨姨姐跟唐彤都没事 倒是你就差一厘米你就死翘翘了 你知道吗有多危险 当时情况特殊 我总不能 看着他们受伤害 说来也很奇妙 看到他们要受伤害 我本能就觉得很难受 我甚至觉得 只要他们没事 豁出这条命都可以 哥你这个想法很危险 但是对于你这种奇怪的想法 倒是有样东西可以帮你打开解惑 什么 这个呢 是我拿堂堂的头发做的亲自鉴定 你看看 你的意思是 堂堂是我的亲生女儿 五年前的那个女人 真的是露瑶 很快不得 她每一次出现 我都感觉非常熟悉 我都感觉非常熟悉 哥恭喜你啊 终于找到自己心心念念的女人 这下真是 你这下真是我女双强了 太好了 我现在就是找她 哎 哥 医生都说了 不让你下床啊 你给听医生的 都恢复的差不多了 哪个医生说的这么不靠谱 等会儿你带我去找她 这位病人 找我什么事 你是我的主治医生 你不是在脑科吗 为了感谢你救了我和堂堂 我特意调过来 专门负责照顾你 这么在意我啊 你可别多想啊 我这完全是出了道意 我突然觉得我要去看一眼姐姐跟堂堂 那我先走了啊 艾米医生 我哥就拜托你了 陆医生 有个问题想请教你一下 陆医生 有个问题想请教你一下 不知道 你方不方便我坐过来 有什么问题不能站着说呀 这个问题涉及到我的隐私 是不想让别人听到 那既然是隐私 我也没必要知道 我看你好得差不多了 我下午再来看你 等一下 车到伤口 你乘到哪里了 我看看 有陆云翰 瑶瑶 如果你找到了堂堂的爸爸 你会怎么办 大贝会让他把这五年的抚养费 都结一下吧 陆云翰 你干嘛 你快放开我 我不放 我都找了你五年了 放开 再弄丢了怎么办 陆云翰你说什么呢 你该不会是脑子也受伤了 又不要我带你去拍个cd看看 好啊 那你记得 简直在我脑子里 五年前 在枫叶酒店那一晚的女人 是不是 你是五年前那个人 你是五年前那个人 对不起 难道五年 这五年 你一个人带着堂堂 背负了那么多的骂 我可以给你借负养费 但是呢 我也比较会赚钱 你也可以考虑一下 把我留在身边 我赚不赔的 是你 居然是你 你怎么才出现啊 你知不知道这五年我受了多大委屈 你这个混蛋 瑶瑶 对不起 我们结婚吧 给我一个机会 我会好好地补偿你和堂堂 好不好 那 子杨怎么办呢 大门就是你和路云的孩子 妈咪 我就是你的儿子 他坏你了才不是我妈咪 艾米 子杨说的对 他就是你的儿子 五年前的事情 陆远就已经说清楚了 他都带走了子杨 然后冒出你的身份 都在我哥身边 这个你真的是坏透 什么 你说子杨是我的儿子 我的儿子还没有死 妈咪 我就是我没说谎吧 你也就认识你来喽 我像爹地 打死蛋 太好了 子杨 子杨你还活着 妈咪 我永远都要跟你在一起 好不好 那你再给我和子杨分开吧 还有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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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要跟妈咪 和哥哥永远在一起 喂 你们只要妈咪 不要爹地了吗 要 爹爹和爹地 妈咪还有妈咪一直在一起 要他们最喜欢睡 爹地了 跟姓姑姑说 堂堂是睡爸爸的 亲亲宝贝女儿是真的吗 堂堂真有爸爸了吗 是吧 堂堂有爸爸了 对不起啊 我现在才找到你 爸爸你还疼吗 我能帮你吹吹 你骗我 你骗我 那你也不能推开我 哎呦 哈哈哈哈 哎呦 我眼睛瞎了 我什么都没看见啊 对对 外婆也什么都没看见 外婆爷爷来 哈哈哈哈坐坐坐坐 来来来坐坐坐 来来坐坐坐 您来的来的 不好好看您外孙女婿 外婆 你别听他瞎说 我还没答应他 哎 你骗你可不是这么说的啊 怎么样 我这一个孙女婿 我这个孙女孩 有时候傻傻的 你可不要嫌弃他呀 瑤瑤 外婆看到你终于有了归宿 我这颗心呀 终于放下来了 今后啊 你们四口可要好好的啊 外婆您放心 我一定会照顾好瑤瑤的 嘴角 挑配出完美 嗯这也太感动了吧 我哥的老大妈说不结婚就不结婚 一结婚就有你双全 简直是人生赢家嘛 姑姑要是daddy和妈咪结婚了 我是不是一个小妹妹了呀 可是我想要想地咕呀 哈哈哈哈 你这些年爸让你受委屈了 你妈妈的事警察已经查清楚了 都是方梅一手策划说到这些 还都是因为我 是我给方梅 碰到了回到他们家的机会 你能原谅爸爸吗 爸 我 我知道 你需要时间不勉强 这是 艾米的所有股权今天就教你 哇 祝你接工快乐 爸 我 你送在我的婚礼上 我 可以 当然了 贵妮 谢谢你 谢谢你原谅爸爸 我 来 我们下个人 习惯 那 我们下个人 是 那有事你叫我 嗯 月馨 你帮我借一下项链 好 谢谢 元汉 怎么是你啊 我外婆说了 婚礼之前不能见面 你出去 我等不及了 唐他要找妈咪去玩 小声点 别打扰爹地和妈咪给咱们生妹妹 唐他想要弟弟 老妹妹 妹妹可爱 哎呀我等两个小祖宗 你们怎么在这儿呀 这个你们不能看 走姑姑带你出去玩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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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等你一秒 说声你好 当时没发现似后 是爱的征兆 颜阳 我立要开始了 接下来的路 让我陪你一起走 好吧 好 陆先生 余生 请多多关照